要選購的Mascara 不要去找這個刷頭那麼大 始終我們亞洲人 其實不是很浪得住 所以你看到這個刷頭就是這樣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Poly 玻璃窗 今天很想介紹兩支我近來很喜歡的Mascara 兩支是不同當次的 這一支是Benefit 我的Waterproof Mascara 就是Bad Girl 她簽牆農脈 我是很無意之中 會發現到她的出現 因為Benefit也覺得很可愛的 很少女味道 我覺得已經不太適合我 不過那天很想扮少女 就去買了Mascara 很好用 所以我也用了幾支 最近又試新的 這支也算是新出的 非常非常限定的Mascara Waterproof 也是防水的Mascara 她是L'Oreal的出品 我相信會在各大藥房 Watson's 曼寧 或是這裡的Primesign Chemist Warehouse等等 會很方便去買到 當然大家都知道 價錢會有分別 兩支有什麼 好處呢 就是她簽牆農脈 以及防水 最重要是 她不會弄到 污衛了你的 污衛 污衛了你的妝效 Anyway 這個呢 其實我會有一個 小提示給大家 就是 你塗的Mascara 或者選購的Mascara 就不要去找這個 刷頭這麼大的 始終我們亞洲人 其實 不太浪得住 所以 你見到這個 刷頭 就是這樣的 它不會有很多 毛刷 什麼毛髮 什麼毛髮 刷頭很長 不會的 但是 它剛剛好 是浪得吃住 你的毛 是 折毛 那 它好像 Mascara 可以包得住 你的一條條折毛 這樣可以挺起 但夾也不用夾 這個是非常好的 一條條折毛 它會包得住 所以我們亞洲人的毛髮 會比較重 向下落 西人 外國人 它會輕一點 和很翹 如果你想農物 或一些重一點 質地 平一點 這個 我覺得是很建議 另外這個 它的刷頭 又是很類似的 又是不會有 那些 塗 那些 Mascara 那些 那些 好出來 我今天就塗這一隻 它又會這樣 包著你的毛髮 這樣 是折毛 那 挺好的 它又 很挺身 我又是不用夾 兩個都是防水 而且 卸妝也容易卸 不會有些 Waterproof Mascara 會很難卸 那這個 我喜歡在什麼呢 它有一件事 好像以前 我做過Lancum 最後一支 Mascara 去推廣的 Gran Dior's Mascara 它有點像 Gran Dior's 因為 它是這樣的 你可以自由活動 這樣 那你就可以 因應你自己的角度 去做這兩支 我覺得 近來 我真的經常 喜歡用這支 用了幾天 這支 用了幾支 成意推介 不同於當次 但一樣 都是這麼好用的 一支 Bang 那就是Bang 一支 Zerloyo 就是Unlimited Biscara Waterproof 的